第911章出手 苏晓晓与魏婷回到护国公府 苏晓晓把荔枝给程桑与宗正辉送了过去 程桑与宗正辉不吃 让魏婷与苏晓晓自己吃 长者刺不可辞 苏晓晓又把荔枝抱了回来 苏晓那边也舍不得吃 问闺女吃了没 程桑和她未来岳父有没有 女婿和三个小孙孙留没留 苏二狗只吃了两颗 剩下的给她解留住了 苏晓晓哭笑不得 别留了 你自己吃 哥明日都坏了听到会坏 苏二狗才赶紧把自己那一份给吃掉了 荔枝在京城是个稀罕物 大家才会如此 苏晓晓决定 找机会全家一起去南疆过个夏天 吃她一百斤 苏晓晓洗漱过后 四仰八叉地躺在铺了凉席的床铺上 魏婷给她揉捏小腿 她舒服地直眯眼 魏婷 你猜我在宫里遇到谁了 谁 林郡主苏晓晓悠哉地 把玩着自己的秀发 没想到啊 陈浩远运气这么好 在乡下退了苏锦娘的亲事 去省城又被一个乡绅看中 人家花银子供她进京赶考 图的是什么呀 还不是想她做个成龙快婿 她倒好 一高中又被皇族郡主给看上了 她那张脸 和你一笔 简直能被衬成一块掉了渣的木头 怎么那么多女人看上她呢 被小胖孔雀真情流露夸赞了龙貌 为状元十分受用 抬起她的银白娇嫩的小腿 咬了一口 魏婷 苏晓晓炸毛了 这家伙最近越发没个正形 在她身上 哪儿哪儿都能下口 她悠然地瞪着她 可爱的小圆脸 红扑扑的 朱唇宛若上等的樱桃 魏婷的毛子里住了火 然而她看了看她的运度 又只能无奈压下这股邪火 苏晓晓见她老实了 又舒舒服服躺了回去 陈浩远的事微不足道 今日的收获 是教训了杨氏与皇氏 外祖母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痛快 第二个收获是特务头子 她终于愿意谈及千山倒了 这是敞开心扉的第一步 尽管她依旧隐瞒了不少信息没说 为何这么认为 因为她是特务头子 她要是真一无所知 那就不是她了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有三个 一 尽可能多地搜集千山倒的情报 二 救出操控大洲皇室的幕后黑手 三 做足准备 等八九月份出发前往千山倒 苏晓晓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 也不知那时卸货了没有 暗欲产气的话 呼呼 苏晓晓睡着了 睡得香甜 像个孩子 魏婷俯身轻了轻她 本想浅尝折脂 结果差点没收住 果然苏太久了 开过婚的男人 素不得 她叹息住把账曼给她放下 默默去冲了半个时辰的凉水澡 一日 魏婷回了一趟魏家 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魏老太君一脸嫌弃 魏婷 我在家里的地位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了 她今日回不回都不打紧 反正魏老太君是要带住孙媳妇儿们出门的 她要去护国公府拜访成桑与南疆陛下 魏婷人都出去了 又折回来十分欠抽地补了一句 其实我也不是回来看祖母的魏老太君一拐杖 抡了过去 魏婷溜了 她去了二哥的院子 鬼步与魏六郎也在 小七 你来得正好 魏六郎说 大哥二哥六哥魏婷一一打了招呼 在魏六郎身侧坐下 爹去上朝了魏卿说 萧崇华的手段可圈可点 弹劾秦大元帅的折子都被他压下了 秦家军的粮草也已经在加急运送了至少北燕的战局 不需要再操什么心了 接下来他们可以全力应对朝堂与千山倒 魏婷道 大哥 二哥 六哥今日可有发现 魏六郎激动地说道 有啊 你和二哥猜得真准 景轩帝倒下后 那古暗势力果然朝皇子们下手了鬼步与魏六郎 杀手分别在梁王府 瑞王府与太子府外守住带兔 消毒业的梁王府 萧崇华的太子府都没什么动静 只有瑞王府昨夜来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 对方武功极高 魏六郎为免打草惊蛇 不敢靠得太近 一直在府外等着他出来 随后便一路追踪他 哪知还是跟丢了 说到这里 魏六郎有些垂头丧气 早知道 我就和大哥换了 以大哥的能耐 一定不会跟丢的虽然是实话 不过看着他如此受打击 几兄弟还是决定落井下石一下 小六 你只是武功差吗 你运气也很差 虽然我不会跟丢 但我得赶去救你啊 六哥 别自责了 毕竟自责也没用 你下次还会跟丢为六郎拍桌 到底是不是兄弟了 玩笑归玩笑 既然心里其实清楚 为六郎的武功绝对不弱 能把他甩掉的 武功要比上次刺杀凌云的几个刺客 更加高强 魏清道 那就盯着萧顺阳 这个总不会跟丢 除非萧顺阳拒绝与暗示力来往 瑞王府 黑衣人的话回想在萧顺阳的耳畔 然而萧顺阳并没有当回事 萧顺阳是想要皇位 可他不屑成为别人手中的傀儡 二皇子妃来到门口 问守门的侍卫道 殿下还在里头喝酒吗 侍卫为难地点了点头 陛下生病 对殿下打击很大 当然 还有失去王爷身份与太子之位 这些都是二殿下心里过不去的坎 只是这种话 侍卫就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了 二皇子妃对住房门正色道 殿下 是我萧顺阳淡淡说道 我不想见你 你走开 二皇子妃讥讽道 不想见我 就去见见你自己想见的人 顺便也让他瞧瞧 昔日的瑞王如今都成了什么德行 他狼狈地瘫在地上 强烈的酒精 让他脑子里的思绪停不下来 他的一颦一笑 在他脑海中不断闪现 终于 在酒精的催动下 他潜入了皇宫的昭阳殿 白熙和刚读完西境小郡主给他寄来的信 信的末尾照例问了他要不要给他做小姨 信是宇文西寄出来的 下方有宇文西的霸气回复 不行 白熙和铺开宣纸 促侠地写道 好呀 我给你做小姨 可是你娘不同意 姨好害怕 音音后面三个字是跟小小学的 每次他这么写 宇文西都会暴躁炸毛 写完信 白熙和开始做真旨 是给魏小宝做的 已经做了好几身 可他觉得还不够 最好再做一双小火头鞋 忽然 一道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小云子最先发现 还没开口 被点了靴 肖顺阳关上房门 反手插上了门栓 第912章暴躁 白熙和听到关门的动静 还以为是小云子 他没有抬头 袖着小强宝吩咐道 小云子 有点闷 把门打开 小云子急得半死 然而他被点了穴 只能干转动眼珠子 肖顺阳 静子走到白熙和的面前 吃吃地看住他 白熙和闻到了一股浓烈刺鼻的酒味 绝美的柳眉一簇 轻声叹道 你今天怎么喝酒了 不是说了酒大伤身吗 罕见的称怪与温柔 令肖顺阳一阵恍惚 他抬起手 轻轻地抚上他脸庞 好 下次我不喝了白熙和一个机灵 猛地朝后一仰 无比震惊地看向他 是你 肖顺阳脸色一沉 你方才不是和我说话 白熙和面不改色地说道 哀家以为是小云子 是吗 肖顺阳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落在他绣了一般的墙包上 他把墙包拿了过来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白熙和站起身来 冷冷地看住他 你放肆 肖顺阳愤愤地将墙包扔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又抓起桌上的绣篮 揭开绸布 里头全是一件件可爱又精致的婴儿衣裳 肖顺阳突然就记起了那碗 从朝阳店出来的男人 他的血气一阵翻腾 他将秀兰拎到白熙和的面前 双目血红地问道 你告诉我 这些东西是给谁做的 白熙和怒斥道 肖顺阳 朝阳店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来人 肖顺阳带着醉意说道 你叫啊 看会不会有人过来 白熙和看住将在门前一动不动的小云子 瞬间明白他为何有胆子闯进他的寝殿了 他把职业的工人全部点了血 白熙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转过身淡淡说道 你喝多了 你先回去 有什么事改日再谈 肖顺阳扣住他的手腕 强行将他拽到了自己面前 你是不是怀孕了 是哪个男人的野种 白熙和震惊地看住他 眼底掠过了一丝厌恶 一个人的心思怎么可以龌龊到这个地步 别说他还是厨子之身 就算不是 那也轮不到他来智慧 肖顺阳被他眼神里的厌恶刺痛了 他握紧了他的手腕 咬牙道 怎么不说话了 被我猜中了 是哪个男人 哪个 白熙和冷声道 肖顺阳 你疯了 哀家是太皇太后 肖顺阳恼怒地咆哮道 今晚没有太皇太后 他说吧 将他打横抱了起来 朝着凤床走过去 白熙和挣扎 可他又哪里是肖顺阳的对手 他狠狠甩了肖顺阳一耳光 肖顺阳眼皮子都没眨一下 将他摁在了柔软的床铺上 并将他的双手抓过他头顶 用一只大掌轻松扣住 他肌肤细腻如此 优美的天鹅颈下是精致完美的锁骨 风银的曲线在锦束的衣经里呼之欲出 他的腰身却又柔软纤细到了极致 他滚烫的大掌附上去 白熙和恶心到干傲 他用脚踹他 却被他轻松扣住了脚踝 他的脚踝上戴了红绳 明艳的颜色衬得他的肌肤白到发光 白熙和怒不可遏地说道 肖顺扬 羞辱太皇太后是死罪 然而此时的肖顺扬早已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为什么是别的男人 为什么 他可以接受他一直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但他无法忍受他身边出现别的男人 他不是他的 也不能是任何人的 你知道吗 我十几岁就仰慕你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交给别人 为什么不能回头看看我 白熙和大声道 你弄疼我了 肖顺扬 肖顺扬微微一正 看向了被自己扣住的手腕 确实累得有些红肿了 他稍稍放松了一点力道 但依旧压着他 白熙和哽咽道 肖顺扬 这就是你的仰慕与喜欢吗 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逼迫我 做我不情愿的事 肖顺扬道 我会对你好的 等我夺了皇位 我封你做皇后 白熙和冷冷地撇过脸 肖顺扬强行将他的脸转过来 迫使他看住自己 白熙和厌恶地闭上眼 肖顺扬怒了 狠狠地朝住他亲吻了下去 绝望的眼泪 顺着白熙和的眼角落泪下来 小银子恨到想杀人 杀千刀的肖顺扬 你竟敢如此侮辱太皇太后 救命啊 来人啊 哐郎 李侧的床板突然被一股大力推开 一道剑朔的身影猛地跃了出来 一脚踹上肖顺扬的胸口 将他重重踹到了地上 苏承看了眼衣衫不整的白熙和 打算拉过被子给他盖上 又想到被子也被那个畜生碰过了 他脱下自己的外袍给他披上 随后三两步跳下床 抬手放下了两侧的明黄色杖腕 你个畜生 苏承大不留心地走过去 揪起肖顺扬的领子 狠狠一拳头砸了过去 肖顺扬先挨了一脚 又被揍了一拳 酒瞬间醒了不少 他擦掉嘴角的血迹 目光冰寒地看向苏承 那个野种是你的 我还当肩负是谁 原来是你 他真是瞎了眼 居然是护国公这个官夫 他的儿子女儿都这么大了 苏承气坏了 什么野种不野种的 你嘴里给老子放干净点 苏承再一次朝肖顺扬冲了过去 肖顺扬可不会再傻傻地等住挨揍了 二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 苏承可不是刚来京城的那个苏承了 秦苍蓝在时 每日教导他武功 秦苍蓝出征后 有老侯爷接管 苏承就没一日不再刻苦习武的 何况肖顺扬 今日彻底惹怒他了 不单单是因为对方是白熙和 而是天底下所有的女子 都不该受到这样的欺辱 他拳拳盗肉 毫不留守 肖顺扬在一年多前是见过护国公的身手的 那时的护国公恐怕连他一根手指都抵不过 不曾想 如今的护国公强大了太多 苏承倒也不是没受伤 他不要命的揍 完全不闪躲 挨了肖顺扬几拳头 可就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把肖顺扬都打到胆寒了 疯子 秦彻才是疯子 砰 苏承一脚将肖顺扬踹飞了 肖顺扬重地砸倒了房门 从台阶上重重地滚了下去 苏承人不解气 一个藤月 朝他的胸口狠狠踏了下来 第913章解气 苏爹直威 肖顺扬瞳孔猛地一缩 朝着旁侧利落的一滚 苏承的脚落在了他适才躺着的地方 连青石板都被踏出了一道裂缝 这一脚若是落在自己身上 早已粉身碎骨 苏承一招落空 赶紧补上第二脚 一脚又一脚 攻击太密集了 肖顺扬根本没有站起来的机会 只能努力格挡防守 他的手臂都麻了 肩膀也肿了 若说一开始他感受到的是苏承的怒火 那么此时 他便是真真切切地看见苏承的杀气了 可恶 这家伙有什么资格对他动手 真把自己当成白西河的男人了 没人可以得到他 没人可以 肖顺扬的眼底也闪过了无尽的杀气 就在苏承又一次朝他踩踏而来时 他没有闪避 硬生生挨了苏承一脚 随后他一手扣住苏承的脚 另一手刷地抽出了挂在腰间的匕首 一刀朝着苏承的右脚横斩过去 这可不是普通的匕首 看似轻巧 实则能轻易斩骨 既然苏承敢染指白西河 那就付出代价吧 助手 太后威风凛凛的声音 骤然自门口响起 萧顺扬是在太后膝下长大的 听到太后的怒吼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顿了顿 就是这么一分神的功夫 苏承立马将脚抽了回来 踢开他手中的匕首 再往下用力一踩 卸了他的胳膊 萧顺扬脸色一变 发出了一声沉痛的闷横 他左手抄起一块石头 够了 都给哀家助手 庶民大内高手一拥而上 将二人分开了 苏承还想揍他 亲父统领白西河 换了一身衣裳 面色沉静地走出来 叫住了他 劳烦给小云子解开穴道 苏承恶狠狠地瞪了萧顺扬一眼 转身折回门口 解了萧顺扬的穴 等他再想去教训萧顺扬时 白西河不住痕迹地拉了拉他的衣袖 微微摇头 太后装作没看见 对苏承道 夜深了 情妇统领先回吧 今晚的事 谁也不许往外泄露半句 最后一句是对工人与大内高手们说的 众人齐声应下 是 太后吩咐两名大内高手 送情妇统领出宫 二人来到苏承面前 情妇统领 请 苏承看向白西河 白西河深深地看住他 哀家这里没事了 多谢情妇统领及时救驾 苏承后退一步 拱了拱手 克制隐忍地说道 陈告退苏承与大内高手出了招阳殿后 太后扫了眼地上的萧顺扬 威严地说道 把这个孽障给哀家押去扶寿宫 一刻钟后 萧顺扬跪在冷冰冰的地板上 两名大内高手擒住他 陈公公端来一盆冰水 毫不留情地朝住他泼了一脸 刺骨的冰寒入体 萧顺扬最后一丝酒意也行了 你们在外头守着 太后对两名大内高手说 二人退下 请殿内只剩太后与陈公公 太后怒其不争地看住 这个昔日最疼爱的孙儿 酒醒了吧 用不用挨家告诉你 你今晚都干了些什么 萧顺扬颓然地说道 不必 孙儿记得太后冷冷地问道 你可知罪 萧顺扬苦涩一笑 孙儿心悦他 从很早很早就放不下了 孙儿知道 这份感情不容于是 可孙儿无法控制自己的心 太后怒道 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脚 口口声声心悦他 可瞧瞧你都干了什么 若不是 若不是有人阻止你 你天打雷劈也不畏过 也别说你是喝多了 别拿醉酒当幌子 心有不善 方烈酒催之 萧顺扬 你好含哀家的心 萧顺扬红了眼眶 捏紧拳头质问道 为什么秦澈就可以 太后冷声道 她可以什么 可以救驾阻止你的罪行吗 萧顺扬咬牙 皇祖母明白孙儿的意思 太后嘲讽一哼 那好 哀家问你一句 你可愿 冒天下之大不为娶她 萧顺扬正色道 孙儿愿意太后冷笑 哦 怎么娶 你有正妻 难不成让她作妾 还是你要停妻再娶 娶的还是自己的唐婶婶 当朝太皇太后 萧顺扬欲言又止 太后在屋子里夺了几步 漫不经心地说道 让哀家猜猜 你是想着有朝一日做了皇帝 吃给自己的妻子一个妃位 再次她一个全新的身份 把她扶上后卫 萧顺扬捏紧了手指 被哀家猜中了 太后怒目看住她 老三是太子 你父皇去了 也是她来当这个皇帝 还轮不到你 萧顺扬终于被激怒了 抬眸望向太后 咬牙道 太子之位是孙儿的 皇祖母应该明白 父皇是想立我为太子的 太后冷哼道 你的言外之意 是哀家篡改了圣旨 萧顺扬没说话 太后怒斥道 给哀家滚回你的皇子府 没哀家的意志 不准踏出皇子府半步 萧顺扬赌气地站起身来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太后望着她冷冷地说道 哀家今晚不治你的罪 不是哀家舍不得对你下手 是哀家不想太皇太后的名声 被你连累 你好自未知 萧顺扬被大内高手压了下去 大内高手的统领上前道 太后 太后沉痛地闭了闭眼 心痛地说道 若再有下次 不必通报哀家 以刺客论处 统领一正 双手抱拳 是 另一边 两名大内高手 将苏承送到宫门口 二人是太后心腹 知道太后亲近护国公府 对苏承十分客气 其中一人拿出一瓶金疮药 递给苏承 情妇统领 您受伤了 差点要把苏承抹了把嘴角的血 不慎在意地说道 不碍事 多谢了 你拿回去吧 另一人道 今晚太后会派人守着昭阳殿 这话看似是在告诉苏承 让别担忧白细合的安危 实则也是在提醒他 别又偷过去昭阳殿了 仔细让人逮住把柄 苏承点头 这个人情 他记下了 他转身没入夜色 凶狠地说道 狗日的萧顺扬 老子哪天非得废了你 昭阳殿 白细合正正地坐在铜镜前 小云子心疼地给他的手腕擦着药 他心里把二皇子骂了一千遍 一万遍 今晚若不是护国公及时出现 太皇太后只怕清白之身不保 这个时刻 太皇太后想必很需要在意的人陪在身边 只可惜 大内高手包围了昭阳殿 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们的戒备 霍国公不可能再现身了 主子 您心里难受 就哭出来白细合没有哭 只是将被萧顺扬弄坏的婴儿衣裳 一件件地挑出来 你去把料子拿来 我再重新做他平静的旁扶 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然而越是如此 小云子越是担忧 经历了这样的事 太皇太后心里得多委屈 多惶恐 小云子 主子 白细合要那匹蓝色的 金线也快没了 去库房一并取了 快点儿 我想天亮之前做好小云子哽咽道 主子 白细合平静地说 我不难过 我也不想哭 我只想给小宝做几套衣裳 小云子偷偷地抹了泪 太皇太后太孤单了 偌大的身工 没有朋友 也没有孩子 漫长的二十年 那颗少女灵动的心早已经哭死了 小云子去取了布料与针线来 白细合开始穿针走线 他的手腕一片红肿 动一下连骨头都痛 他却好似没了知觉 他不敢让自己停下 那种无尽的孤单会吞噬了他 宫外 苏承已经走远了 又突然顿住脚步 去他大爷的 两名大内高手已经要把宫门合上了 突然看见苏承折了回来 其中一人问道 秦副统领是忘了什么东西吗 苏承愧疚地看了二人一眼 对不住了说罢 他抡起拳头 将二人撂趴下了 白细合静静地坐着衣裳 昏黄的油灯下 眼睛色痛到几乎要落泪 忽然 院子里传来一阵打斗声 小云子心惊肉跳地站起身 该不会是二皇子又杀回来了吧 他有完没完了 小云子尽管害怕 但还是举起了一个凳子 是是是 誓死保护太皇太后 哐郎 店门被踹开了 啊 小云子大喝一声 猛地将手中的凳子 朝对方砸了过去 对方偏头一躲 凳子砸在了他身后的门板上 小云子定睛一瞧 傻眼了 白细合没有抬眼 继续坐衣裳 白细合 这声音 白细合心口一颤 刷得抬眸望去 苏承是一路打进来的 全身是伤 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胳膊横在门框上 眸色深深地问道 跟不跟我走 第914章户端 白细合正正地看住苏承 你 刚刚说什么 苏承又郑重地问了一遍 白细合 跟不跟我走 他受了不少伤 形容狼狈 连嘴角都是亲子的 可架不住他这人模样好 眉宇间自带一股恶霸的皮皮阴气 看似漫不经心 眼神却深沉而执着 白细合的心脏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他的眼眶红了 猴头也梗住了 他真的 可以离开这座困住了自己20年的身工吗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只是郭家的一颗棋子 锦衣玉石的背后 是永远失去自由 时间久了 连他自己都觉得 他是不配得到救赎的 他嫩嫩地问道 什么时辰 回宫 苏承道 不回了 压抑了一整晚的害怕 在这一瞬尽数化作委屈涌上心头 他忍住泪水 哽咽道 我是太皇太后 苏承看住他 我知道 护国功夫 卫婷搂着睡得香甜的小胖孔雀歇下了 刚闭上眼 外头响起了魏六郎的叫声 小七 小七 出大事了 卫婷睁开眸子 苏小小在他怀里翻了个身 卫婷皱眉 六哥也太不懂事了 吵到小胖孔雀睡觉了 小七小七 你快出来 魏六郎直接上手拍门 苏小小迷迷糊糊地问道 怎么了 卫婷看了眼被六哥拍得速速发抖的门 无奈一叹 轻声道 是六哥找我 你先睡 我出去一下 苏小小含糊地应了一声 恩魏婷去给魏六郎开了门 走出去 将身后的房门带上 低声道 六哥 快三更了 我知道 可真出大事了 萧顺阳行动了 他是出去了 不过 哎呀 不是他 是你岳父护国功 事情得从魏六郎盯梢萧顺阳说起 魏六郎被兄弟们群抄之后 痛定思痛 决定无论如何也得把场子找回来 他守在二皇子府外 半夜 萧顺阳悄悄出府了 他尾随萧顺阳 本以为萧顺阳是要去与那古岸实力会合 谁曾想萧顺阳竟然进了宫 萧顺阳进宫多半是偷偷探望景轩帝 了解景轩帝的真实病情 为六郎就没跟了 在外头等他出来 谁料他左等右等 先出来的居然是护国公 呃 他不记得护国公进去过啊 哪冒出来的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护国公像是在宫里和谁大干过一架 脸上都受了伤 他不能在宫门口暴露自己 就没去和护国公打招呼 哪知护国公不一会儿又杀回来了 还挤拳头将门口的大内高手撂倒了 魏六郎激动地说道 你知道他杀去哪里了吗 太皇太后的昭阳殿 我就没见过他这么凶 刷 房门被拉开了 魏廷与魏六郎齐齐朝门内看去 苏小小问道 我爹在哪 太后万万没料到走了一个萧顺阳 又来了一个苏承 还是一路打进来的 太嚣张了 今晚看来是不用睡了 太后在成公公的搀扶下再一次来到昭阳殿 他看着捂住胸口倒了一地的大内高手 一时不知该骑苏承 还是该骑这几个不中用的家伙 霍国公 你好大的胆子 太后怒斥 你把皇宫当成什么地方了 你可知擅闯皇宫是死罪 哀家适才不追究 别以为哀家永远都会纵容 不带苏承开口 太皇太后先一步说道 是我把他召回来的从辈分上来说 白熙和是太后的知习 从辈分上来讲 白熙和是太皇太后 连太后见了他也得给他几分颜面 苏承正色道 与太皇太后无关 一切是臣个人的行为 太后道 你的什么行为 冒犯太皇太后吗 白熙和道 他没有冒犯我太后严肃地扫了苏承一眼 那他来做什么 白熙和张了张嘴 他 苏承把他挡在身后 对太后说道 太后 请借一步说话苏晓晓与未停 为六郎赶到皇宫时 苏承已经与太后去了昭阳殿附近的凉亭 四周均被工人把守 百步之内 不许任何人靠近 三人爬上了一棵大树 苏晓晓晓声道 我爹在和太后说什么 卫庭 帘子都放下了 读不了淳语为六郎 小七你会淳语 卫庭 不会为六郎 苏晓晓纳闷地问道 六哥你不用盯烧萧顺扬了吗 卫六郎如梦初行 哦对对对 差点把这个事给忘了 我去了 卫六郎刷得越了下去 一眨眼 又越了回来 记得到时候告诉我 二皇子府 萧顺扬被两名大内高手押送了回来 他被太后禁足了 从今往后都不能再私自出府 这个惩罚并不可怕 真正让他在意的是他和护国公 他们什么时候有了奸情的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不是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萧顺扬跌跌撞撞地回了自己的院子 他没进自己屋 而是去了二皇子妃那边 他大力撞开房门 夜深了 二皇子妃却还没睡 他静坐在窗台前 庞扶在等待着谁 听到身后的破门声 他没有回头 淡淡问道 你回来了 萧顺扬冷冷地走过去 绕到他的面前 是不是你给皇祖母通风报信的 是二皇子妃大方承认 萧顺扬跌道 你真是好算计 二皇子妃自嘲一笑 我算计什么了 是我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去见她的 还是说我逼住我丈夫 对另一个女人念念不忘的 你该感谢我及时阻止了你 没让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 不可饶恕 萧顺扬大声地笑了 我的一颗真心 怎么就不可饶恕了 二皇子妃的心宛若针扎 你只记得自己的一颗真心 那别人的呢 萧顺扬大秀一挥 别人的干我何事 我只要她 我只要她 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二皇子妃终于再也忍不住 紧紧捂住疼痛的心口 闭上眼 滚烫的泪水落了下来 第915章苏承的手段 苏小小与魏婷 在大树上密切关注着凉亭内的动静 由于相隔甚远 又有帘子的遮掩 二人是听也听不见 看也看不清 只能根据若隐若现的身影 判断一下谈判的进展 不知过了多久 久到苏小小都犯困了 她打了个喝钱 下巴往面前的树枝上一割 我爹有这么多话和太后说吗 魏婷及时将手掌垫在了她的下巴下 让她割得舒舒服服的 我爹在乡下都是一言不合就干架的 不怎么喜欢何人讲道理 魏婷倒是十分理解岳父 乡下是乡下 京城是京城 爹原先是没有退路 只能捋起袖子干 如今身份不同了 有了谈判的筹码与底气 也不想连累全家 自然先例后兵在乡下 苏承面对的不过是几个地痞混混 谁的拳头硬谁就是道理 而且苏承也从不主动找那些人挑逝 今晚的情形大不一样 她面对的人是异国太后 何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太后并不是秦家的敌人 苏小小吴了一声 我爹也变得有勇有谋了呢 你说太后会同意吗 魏婷道 没这么容易妥协太后是个强势的人 规矩就是规矩 她不针对苏承 任何人提出这个要求 都会遭到她的强烈打压 帘子里的声音陡然变大 苏小小瞌睡一醒 芒睁大的眸子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太后生气了 不会是谭帮了吧 要不要调兵 她敬重太后 可她也不能让太后杀了她爹呀 魏婷搂住她腰身 以防她一激动掉下去 再等等凉亭内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太后一巴掌拍上石桌 胡闹 简直胡闹 你当皇宫是什么地方 你们秦家的后院吗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想带走谁就带走谁 苏承还算淡定 也没 我就没想带走太后 您太后 守在帘子外的成公公 简直为护国公捏了把冷汗 这么和太后说话 真不怕气死太后啊 太后注视气得不轻 一时间不知该骂萧顺扬狠一点 还是该骂护国公狠一点 你凭什么认为 哀家会纵容你的大逆不道 谁给你的底气 苏承诚实作答 我爹太后 别以为秦苍蓝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便会纵容你胡来 我爹知道 太后给业的情绪都不连贯了 他狠狠瞪了苏承一眼 你是不是一定要带走他 苏承 是太后 如果哀家不许呢 苏承 纳臣就只好得罪了太后威胁道 你不怕死 你再厉害 也打不过数千禁卫军 苏承想了想 我觉得 您可能更怕我死 秦苍蓝在外浴血征战 唯一的儿子却被太后杀了 秦苍蓝不得当场造反 太后从前只觉得苏承是个武夫 又是在乡下长大的 多半不善言辞 有有无谋 今晚方知自己错得离谱 太后气得拽紧了拳头 不要以为有秦苍蓝给你撑腰 就能逼迫哀家 苏承没说话 但她的态度说明了一切 数字上 苏小小恨不能将自己的一双眼珠子扔进亭子 魏婷 我怎么感觉里头杀气好重 魏婷也感受到了 不过她还是选择相信岳父 岳父能解决的 苏小小一回头 你拔刀干嘛 一刻钟后 太后与苏承从凉亭里出来了 二人路过大树下时 苏小小揪住魏婷的衣巾 将脑袋一头扎进了她怀里 小胖孔雀秒变小胖鸵鸟 下来吧 太后不嫌不淡地说 苏小小埋在魏婷怀里不动 一副我看不见你 你就看不见我的架势 拿小之右 只有踢了踢魏婷的大长腿 叫你呢 下去魏婷 太后与苏承去了朝阳殿 白熙和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 看似平静 实则新潮汹涌 听见脚步声 她忐忑地朝苏承与太后看过来 太后一路上不知对苏承翻了多少个白眼了 眼皮子都快抽了 她沉声道 两国交战正值紧要关头 太皇太后愿前往水月安为大洲的将士们祈福 秦父统领 劳烦你护送太皇太后前往水月安苏承拱手 陈锦尊太后一旨 一日 一则识破天津的消息轰动了京城 说的是四更天 太皇太后前往水月安为大洲的将士们祈福 谁曾想路过一片山林时 遭遇了一伙山匪 秦父统领带助禁卫军与山匪殊死搏斗 殊不知这伙山匪乃是白莲教余孽 对朝廷积怨已久 不仅使殷昭重伤了秦父统领 还将太皇太后的马车摔下了悬崖 太皇太后下落不明 但从那么高的悬崖摔下去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消息传到二皇子府时 萧顺阳刚从宿罪中醒来 他头疼欲裂 听到白溪和遇害 他一拳垂在了桌上 不可能 白莲教的势力早已被连根拔起 哪还有什么余念 侍卫道 殿下 萧顺阳面臣如铁道 一定是秦澈 是他劫走了他 他说着 起身就往外冲 侍卫赶忙拦住他 殿下 您不能出去啊 您忘了您被太后下了禁足令 没有太后的遗址 您不可以踏出府邸半步 萧顺阳死死地拽紧了拳头 额角的青筋一根根抱跳起来 他只要想到他在另一个男人的身边 他就极度的发狂 萧顺阳冷声道 把你的衣裳给我视为苦口婆心的劝道 殿下 就算您去了也没用的 您没资格搜查护国功夫的秦家如日中天 谁有资格动秦家 除非太后与太子下令 可太后纵观全局 不会轻易为难秦家 而太子背后的靠山就是秦家 他们谁也不会和秦家过不去 萧顺阳突然的跌坐在了椅子上 他的心里经历了无尽的挣扎 半晌 他似是下了某种决心 握紧了拳头缓缓说道 把你的衣裳给我侍卫脸色一变 殿下 萧顺阳淡淡说道 我不去秦家 我只是出去走走 侍卫张了张嘴 是侍卫与萧顺阳换了衣裳 侍卫留在房中假扮萧顺阳 萧顺阳则悄无声息地出了府邸 他来到万仙楼 老宝打着喝歉道 白日里不开张 萧顺阳道 我找四爷昨天是超负荷更新 比往常三更的字数都多 是带了极大的激情去写的 但是却看到了几条不惊喜 不期待之类的留言 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晚上一直复盘到凌晨三点 看看这一章 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好的写法 把每一种思路 都在草稿本上手写了一遍 发现更新的就是最佳的版本 基于苏承的成长 与如今的地位 他有了谈判的筹码 也有了将领的谋略 在爽度和人设逻辑之间 我会选后者 第916章实力坑爹 太皇太后摔下山崖的事 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皇宫也是闹得人尽皆知 太皇太后在后宫 几乎不与锦宣帝的后妃们来往 逢年过节也是不怎么爱露面 可她突然出了事 大家的八卦之心安耐不住了 譬如她这种不安事事的性子 怎么会去水月安 为将士们祈福 是不是被太后逼走的呀 不怪后妃们如此揣测 实在是太后虽有实权 可上头一直压着一个太皇太后 搁谁心里能舒坦 陛下好面子 一直待她礼遇有加 可如今陛下不是中风了吗 后宫全是太后说了算 人与人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后妃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去揣度太后 事实上 太后对白熙和 还真没有什么不满的 一切都是苏承惹的祸 太后歪在寝殿的软榻上生闷气 她不要面子的 还被两个小的看去了 咚咚咚 有人扣响了房门 这声音没往常敲门的声音大 太后在气头上 一时也没多想 醋没说到 哀家不是说了 今日谁也不见 咚咚咚 扣门的小声音再度响起 太后不耐地摆了摆手 成功供会议 走过去拉开了房门 想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 敢在这个接骨眼上冲撞太后 哪只只一眼 她呆住了 听到她的叫声 太后古怪地朝住门口望去 就见三个圆溜溜的小脑袋 叹了进来 可可爱爱的 大伙礼貌地问道 请问 增外祖母在吗 太后郁闷了一整晚的心情 瞬间就亮了 什么太后的姨态 统统都顾不上了 眼下她就是个见到了 宝贝重孙的小老太太 她小跑过来 将三个小豆丁紧紧搂进怀里 三小只也上道 在她怀里一个劲地蹭蹭 一口一个增外祖母 把太后的心都叫化了 谁送你们来的 太后问 三小只 爷爷太后 小虎一脸愁死人的表情 奶唧唧地说道 增外祖母 爷爷说你生她气了 杀千刀的苏承 到打哀家一霸 怎么不说自己干了什么 三小只萌萌大地看住她 彷扶她说一句生气 三兄弟就要好难过 好伤心 好揪心 太后在心里对苏承 翻了一百个白眼 深吸一口气 慈祥一笑 增外祖母没有生你们爷爷的气 二虎摇头晃脑 太好了 以后又可以一起玩了 太后还是想做苏承的 奈何三个心肝宝贝儿 太萌太可爱了 算了 今天先不揍了 折腾了一夜的苏承 回到了护国公府 苏家老二 老三刚过来 把苏二狗 接去国子监上课 魏婷与苏小小 补了一觉 这会儿在书房里 等苏承 苏承走进来 苏小小一本正经地问道 爹你还好吗 伤得重吗 摔下悬崖 需要抢救吗 苏承 你还是我亲闺女吗 魏婷上前搀扶她 爹 过来坐苏承 还是女婿疼我 魏婷推了个轮椅出来 苏承 苏承无语地看了两个小坑货一眼 说道 昨日释出有因 具体什么情况 你们别问 他不打算把萧顺扬的禽兽之举说出来 不是为了萧顺扬 萧顺扬被唾沫星子淹死也不为过 但白熙和是无辜的 他不该被扯出来 苏小小道 知道了 爹他爹也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去做傻事 一定是发生了对白熙和十分不利的事 他爹才会半夜把人救出宫 苏承顿了顿 正色道 另外 这件事我不能瞒着你们外祖母 我得去和他交代清楚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二人摇头 苏承愣愣道 真没有 苏小小眨眨眼 拉了魏婷一把 魏婷你说 魏婷深呼吸 叹了口气 卖惨吧 爹 越惨越好苏承了一声 哟 多惨 一刻钟后 苏承灰头土脸 头上缠住白布 身上背住金条 身无可恋的地站在了房中 苏承的神色一言难尽 这么出去 让人瞧见了不太好吧 护国公也是要面子的 苏小小用鸡血 在他额头上的白布上 写下一个大大的惨字 这个时辰 下人都不在 只有外祖母能看见 你不惨 外祖母能同意吗 苏承迟疑道 这 这样吗 苏小小道 不幸爹你问魏婷 苏承看向魏婷 魏婷严肃点头 苏承挠挠头 那 那行吧 总感觉自己惨得过分夸张了 一行人来到成桑的院子 苏小小与魏婷 陪伴在苏承的双侧 苏小小给自家老爹打气 放心吧 爹 一会儿我和魏婷 会替你说话的魏婷道 爹 你只管大胆进去 记住 下跪要用力 态度要诚恳 苏小小握拳 嗯 苏承紧张道 那我喊一二三 一起进 小两口齐齐点头 苏承 一 二 三 他刷的推开房门 小两口猛地朝两旁一闪 揪揪揪的跑没影了 苏承内心咆哮 不讲武德啊你们 可苏承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闭着眼 咬牙跨过门槛 扑通往地上一跪 娘 我有事坦白 屋内静悄悄的 苏承突然感觉到屋内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他缓缓睁开一只眼 再睁开第二只眼 当看到面前的一幕时 他整个人虎去一阵 屋内 并不只有承桑一人 魏老太君 苏老夫人与陶氏也在 四人围了一桌 正在打叶子拍 四人目瞪口呆地看住 像是去拾荒 结果被人狠狠揍了的苏承 苏老夫人正正道 这是 咋了 雀银子花了吗 苏承的脸刷得一下红了 却说另一边 萧顺扬在万仙楼 爆出了四爷的名号 老宝的脸色当即变了 他走出去 往街道两侧瞧了瞧 没看见可疑人等 又退回来 将万仙楼的大门给关上了 这位公子 没人跟踪你吧 老宝谨慎地问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个据点不能被暴露 萧顺扬道 我一路上很小心 没人跟踪我 老宝指了指楼梯 公子请随我来 万仙楼对面的一个小摊前 公子 您的包子小贩递过来 魏六郎接过 给了他几个铜板 他压低了斗笠 拿着包子往前走 冷哼道 万仙楼 逮住你了 第917章解决 万仙楼三楼的一间厢房内 萧顺扬再一次见到了 那晚闯入他府邸的黑衣男子 男子年纪不大 约莫二十出头 模样俊秀 眼神有些冷傲 嘴角挂住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这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萧顺扬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黑衣人笑着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椅子 终于把二殿下判来了 二殿下请上座 无忧 上查萧顺扬坐下 一名身姿曼妙 衣着大胆的紫衣女子上前 跪下为萧顺扬 奉了一杯浓茶 萧顺扬看住他 莫名地想到了 诸葛清身边的魅姬 萧顺扬心里只有白熙和 之所以想到魅姬 是因为魅姬差点伤了他 他对这类女子十分警惕 他淡淡一开视线 没动女子凤的茶 黑衣人将萧顺扬的冷漠 尽收眼底 耐人寻味地摆了摆手 无忧你退下 别打搅我与贵客说话 是 公子被换作无忧的妩媚女子 轻生出了屋子 萧顺扬冷冷地说道 不要对我使用你们的任何手段 不论是下药还是女人 黑衣人从善如流地笑了笑 如殿下所愿萧顺扬道 希望你记住你今日所说的话 黑衣人笑道 自然 殿下今日前来 我可以理解位 殿下是同意与我合作了吗 萧顺扬不屑道 我连你名字都不知道 谈什么合作 黑衣人并不气恼 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 我姓夏侯 单名一个燕字 在家排行老四 二殿下若不嫌弃 唤我一生夏侯燕即可 萧顺扬皱眉 你不是大洲人 大洲没有姓夏侯的名门望族 夏侯燕笑道 我们夏侯家早已归隐 二殿下没听说 也不奇怪 萧顺扬一顺不顺地看住他 想从他的表情里 判断他是否有撒谎的迹象 但很遗憾 夏侯燕的神色很坦荡 萧顺扬收回目光 问道 你们想从大洲得到什么 夏侯燕笑了笑 二殿下是爽快人 我也不在这儿多圈子了 我若祝二殿下登上皇位 希望二殿下每年 可以给我两成大洲的赋税 萧顺扬脸色一成 两成的赋税 你知道有多少吗 夏侯燕含笑看向他 比起皇位 这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代价 不是吗 萧顺扬心里骂了句 贪得无厌的家伙 二殿下意下如何 最多一成 一成半一成 萧顺扬的态度很坚决 拜赏 夏侯燕长叹一声 罢了 一成就一成 萧顺扬一针见血地说道 别弄得像是你吃了多大亏 夏侯燕没与萧顺扬争辩 而是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那么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萧顺扬淡淡说道 我还没说要与你们合作 哦 夏侯燕似笑非笑 萧顺扬正色道 我不清楚你们的计划 谁知是不是都是些搜主意 夏侯燕深深地看了萧顺扬一眼 殿下有何高见 萧顺扬道 先铲除老三的助力 就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夏侯燕意味深长地说道 二殿下请放心 我这就去解决一个 就当是我献给二殿下的 投名状好了 萧顺扬冷哼道 不是随便杀一个小喽啰 就能拿来当投名状的夏侯燕 自信满满地说道 这个人一定会让二殿下满意的 却说魏六郎跟踪到暗室里的据点之后 并未擅自行动 而是先回去与兄弟们商议 他先来了护国公府 魏婷正忙着看岳父大人的 大型射死现场 突然被下人叫去花厅 有点不满自家六哥的不合十一 什么事 六哥 魏六郎神经大条 没察觉到臭弟弟的嫌弃 我发现那火人的据点了 一听是此等要事 魏婷收起了所有不正经 正色问道 在哪里 魏六郎道 城北的一家宜红院 叫万仙楼 我打听过了 是去年才开的 我估摸着他们 就是那时来京城的魏婷问道 你告诉大哥二哥了没 魏六郎道 还没 我先来了你这儿 魏婷古怪地看住他 魏六郎倾壳一声 昨晚结果怎么样了 魏婷 兄弟二人回到魏家 魏须今日去了军营 不在城内 鬼步与魏卿在 魏卿努力将被废的武功练回来 陈氏给他当陪练 一天三顿奏 顿顿不重样 魏卿被陈氏愣在地上 艰难地说道 三弟妹 我觉得 今天差不多了 陈氏认真的说道 大哥说今天要多陪你练一炷香 魏卿 大哥坑我 魏婷看住被三嫂虐得死去活来的二哥 一本正经地问道 咱们是先去大哥院子 还是等二哥一起 魏六郎 作为好兄弟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等二哥兄弟俩 让下人端了一盘瓜子过来 一边嗑瓜子 一边看二哥挨揍 真香 陈氏练完魏卿 转头看见魏六郎与魏婷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小六 小七 你们来得正好 大哥说了 让我陪你们俩也练练 二人身子一斗 两课钟后 三个难兄难弟相互搀扶着 一瘸一拐 可怜巴巴地去了大房的院子 鬼步坐在台阶上 呆呆地望着满庭院的局树 魏西悦坐在他身旁 小小只 手里抓着一根胡萝卜 魏西悦看看他 又看看被他望住的局树 没有橘子 魏西悦摇头说 是啊 没有鬼步低声呢喃 大哥 魏六郎人未知 委屈地哭腔先到了 鬼步连起眼底的惆怅 恢复死时的冰猛眼神 魏西悦又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似乎是不明白他怎么变来变去的 魏青听到了魏西悦的声音 立马推开两个臭弟弟 坚韧不拔地挺直身板 大不留心地走进去 西悦 爹爹 魏西悦登登登地扑进了他怀里 魏青疼到五官扭曲 好爹爹不能喊疼 他挤出一副微笑 西悦乖 去找娘 爹和大伯有事要谈 魏西悦乖乖地去了 魏青圆形毕露 立马摁住魏六郎的胳膊 用其支撑身体的重量 魏六郎嗷嗷乱叫 二哥 我也疼啊 我也疼啊 你轻点而二 鬼步目光沉沉地看向三个不中用的弟弟 有消息了 魏六郎一缺一拐地走过去 抱着他胳膊坐下 脑袋蹭啊蹭 一脸委屈地说道 你都不先关心关心你弟弟鬼步 笨 还能走过来 下手太轻魏六郎 还能不能愉快地做兄弟了 既然知道了暗室里的据点 那么自然得去一趟 魏六郎提出带兵围剿 这个意见很快被其余三人否定了 带兵围剿动静太大 容易造成百姓恐慌不说 万一那些人挟持了百姓做人质 或者混入人群溜走就不妙了 魏青道 先弄清楚对方的人数与整体实力 在四季二动 魏六郎哼几道 二哥 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让我们 去逛青楼吧 我和大哥是无所谓了 二嫂能同意吗 西弟妹能答应吗 别逛完回去直接跪一夜的搓衣板 一番话 成功把鬼步 魏青 魏婷全得罪了 魏六郎凭实力 喜提三兄弟关怀套餐 这么欠抽也是没谁了 万仙楼白日不开张 他们到了晚上才能行动 魏婷与魏六郎一宿未眠 二人先回各自的院子补觉 魏青也去陪为西月与李婉 鬼步独自坐在台阶上 望着楚飞凤亲手种下的局数发呆 忽然 他双耳一动 警惕地问道 什么人 回应他的却只有一枚灵力的飞镖 他侧身一躲 飞镖深深地定在了身后的墙壁之中 对方的气息很快消失不见了 鬼步回头去查看飞镖 却意外地发现飞镖下定着一个香囊 香囊有些旧了 可鬼步仍是一眼认出了 这是楚飞凤亲手缝制的香囊 他常佩戴在身上 连气味与袖在香囊里侧的凤字 都与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鬼步握住香囊 朝着那人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 他一路追出了府邸 穿过人潮涌动的长街 街上百姓太多 好几次差点追丢了 终于 在拐入一条僻静的死胡同时 他成功堵住了对方 他望着面前带着斗笠与照杀的人 狐疑地问道 你是谁 这个香囊是从哪里来的 对方没有说话 四下张望 似是在想从哪里脱身比较容易 你逃不掉的 鬼步一步踏上前 朝着对方一掌拍去 对方猛地施展轻弓腾越而起 然而鬼步比他更快 一招便将他拽了下来 他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又赶紧爬起来 鬼步隐约觉得 那一拽的手感不太对 醋眉 趁其不备 摘了对方的斗笠与照杀 飞凤 鬼步惊呆了 手感不对时 他就猜到是女子了 可他万万没料到 竟然是自己的妻子楚飞凤 飞凤 你为何 楚飞凤转身就走 鬼步一把扣住他的手腕 飞凤 你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不回魏家 楚飞凤挣扎 鬼步死死地扣住不松手 目光灼灼地看住他 飞凤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怪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 话音未落 楚飞凤突然抽出 藏在袖子里的匕首 狠狠地吵鬼步捅了过去 帖子里的猜独